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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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比較特別的方式來見證我們的組 首先我會唱兩首歌 一首是世俗的音樂 一首是巴赫所寫的曲子 接下来我会做一些见证 然后是钢琴的演出 我们下面就请大家一同来欣赏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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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這個聲樂的啟蒙 那後來就越唱越有興趣 後來又找了無聲級老師也在我們當中 他對我非常好 非常嚴格的一位老師 我看我唱得不好 他好像要拿著拳頭要打我一樣 我感謝他 就是我考大學的時候他給我很多幫助 就是常常到他家裡去上課 而且沒有收一毛錢 所以後來我就上了大學 考上音樂系 然後大學畢業 當兵兩年然後退伍 因為我大學的老師是劉德的 從我第一天跟他上課 他就說遠陽你要不要去德國 你要不要去德國 我起先不明白他什麼意思 後來才知道說他是劉德的 所以他鼓勵我去德國再去進修 所以就排除萬南去德國 也是碰到一位不錯的老師 也是吳老師的學生介紹的 然後在柏林那邊就跟這位老師學習 其實在國外 特別是在歐洲學音樂 非常不容易 像我這種半吊子的 就沒有什麼機會可以讀音樂院 所以只能去讀一般的大學 雖然沒有走上音樂這條路 但是神給我開了另外一扇窗 就是後來就是我做了傳道人 做了牧師 一路大概多少 三十幾年 有沒有三十年 將近三十年 我同班同學 葉牧師也在我們當中 我們都是華生的同班同學 那我們就在轉換另外一個跑道 另外一個人生 今天我們兩位音樂家 他們也是在德國學音樂 然後他們也走上不同的道路 在疫情的期間 我就重新把這個聲樂拿起來練 不要到了最後呢 我見這兩位老師呢 我就非常羞愧 我把以前所學的都還給他們 所以我就這樣練習 所以我從一個 現在是一個非專業的聲樂家 不是家了 非專業的唱聲樂的人 就今天可以站在這裡 可以向各位能夠呈現一點點的成果 我要講我為什麼信主 就是我上大學到二年級的時候 班上一個同學 他是學作曲的 他跟我辯論 其實他不想跟我辯論 是我想跟他辯論 我要挑戰他說 這個世界上沒有一位神 他說有 有一位神 我們就變了 他怎麼說都說不過我 然後我就覺得很得意 得意洋洋 你看 沒有上帝 這個宇宙沒有上帝 不過變到最後呢 其實我們是從吃完晚餐 然後一直 因為宿舍的同學都回家了 因為放暑假 剩下我們兩個人 然後我們就在床上 就是吃完飯 坐著講 講了很累的時候 已經十一點十二點的時候 我們就躺在床上 我們繼續講 繼續講 講到早上四五點 都在辯論這件事情 到底有沒有神 雖然他沒有辦法說服我 不過我至少可以肯定一件事情說 這個世界有一個真理 這個世界有公義的存在 這個世界每一個人都想要追求永恆 對不對 我們如果是老人家的話呢 你就越來越能夠體會 我的生命就這樣過去了嗎 我的生命到底有什麼意義 在這一生當中 我這一生當中的成就 最後會變成怎麼樣 是不是有一個來生 是不是我們的生命還有別的希望 這個都是我們身為一個人 只要你是人 你都會想這個問題 那麼公義從哪裡來 我們都最近就是大家討論 要不要費死心 對不對 那些大法官就說 人權很重要 對不對 人權我們要注重每一個人的生命的 這個生存權 那我很想問這些大法官說 那死掉的人有沒有生存權 然後你維護這個活著的人 然後讓這個死掉的人 好像得不到那個公義 我們都會有公義對不對 那個概念 為什麼這個世界上 不管哪一國的人 哪一種人 心裡面都有公義這個東西 可能原始部落的人 這個我只要靠武力 我殺了人我就做王 但其實什麼 他也怕別人殺他 找他報仇對不對 找他報仇 為什麼他怕呢 因為他知道有一個公義在 對不對 有一個公義存在 否則的話 他為什麼要怕別人報復他呢 那我就要問了 那到底公義從哪裡來 到底人有這個 想要永恆的這個概念從哪裡來 那麼人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這些概念從哪裡來 絕對絕對 不是從進化而來 對不對 絕對不會從進化而來 人會思想 動物沒有這個東西 他不會想公義的事情 不會想永恆的事情 不會想這個 有意義的事情 生命為什麼要有意義 這個事情 所以待會我會再繼續跟大家介紹 所以在那個 那個晚上的辯論當中 我就發現 找到說 這個世界上一定有一個真理 1加1 要等於2 不能等於3 不能等於1 不能等於2.5 不能等於1.5 必須是2 這個是真理 真理存在數學當中 真理也存在於我們的生命當中 好 下面呢 我們就要來請 凱光跟福安的這個 他們夫婦呢 來為我們演奏下面的曲目 大家平安 聽得到我的聲音嗎 我先簡短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要彈的曲子 呃 那個 呃 我當了20年的客家媳婦 可是客家話實在是不行 呃 哈法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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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所以我就還是這樣跟大家介紹 我們今天要彈的曲子呢 是法國作曲家的布希 他的一個四首聯壇的小組曲 那 呃 一組總共有四首 但是我們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只彈兩首 好 以後有機會再彈其他的 那第一首呢 是叫做在船上 在船上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 在船上是什麼感覺 好像有波浪這樣子 哦 又起又落的 好像有風吹過來 好像我們要到一個 不知道的新的地方去 展開一個未知的旅程 那另外第二首呢 就是這個組曲的最後一首 是芭蕾 就是大家知道那個 跳芭蕾舞的芭蕾 那你們看我們的樣子 就不太像會跳芭蕾舞的樣子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就在 用我們的手 在琴鍵上跳芭蕾 那大家一起來欣賞這兩首小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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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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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祐 祈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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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他们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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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